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三星上级晶片视野获利重衰超过九成,但与台积电竞争的晶圆制造视野,上级和去年全年营收却创新高,去年获利也有所成长。 反映先进制程产能扩大,客户和应用领域也更加分散。 不过,三星坦言,本季南陶产业库存调整压力,将使得晶圆代工业务产能利用率开始下降,业界忧心,三星恐发动降价抢单战术,不利台厂。 业界分析,近期晶圆代工厂产能利用率普遍下滑,联电产能利用率更由先前蓝再生矿转为下碳七成左右,并传出由厂商部分生产线产能利用率仅剩五成。 但台积电,联电都坚守价格,台积电今年更涨价6%,联电则预期本季产品均价ASP持平。 此前,有媒体消息称,台积电2023年上半年整体晶圆厂,产能利用率预估跌至80%,其中7奈米、6奈米制程产能利用率跌幅扩大,5奈米、4奈米产能利用率已从今年1月开始逐月下滑。 据台湾经济日报报道,在终端需求不佳,晶圆双雄价格却很硬的现况下,三星若降价抢单,对正面对庞大库存压力,不愿付出更多制造成本的IC设计厂商与整合元件IDM厂而言,很有吸引力。 三星不仅可借此填补产能空缺,也有助提高施展率。 因此,业界推测三星晶圆代工或将降价。 不过,三星并未提供其晶圆代工产能利用率,相关数据与报价动态,仅透露产业库存调整,导致晶圆代工业务产能利用率开始下降。 但仍预期下半年来自车用与高速运算需求将带来复苏,将以第二代三奈米制成的产品竞争力赢得新客户,并已成立先进封装团队支援晶圆代工业务所需。 三星并更新最先进晶片制成的资讯,三奈米制成良率稳定,第二代三奈米GAA制成工艺正进展迅速,将于2024年如期量产之外, 今年还将聚焦于开发2奈米制成。 三星电子表示,其GAA电晶体晶片将会应用于高效能、低功耗的运算领域,并计划拓展到行动处理器。 三星电子的3奈米晶片采用了GAA架构,通过降低电源电压和增强驱动电流的能力来有效提升功率。 此外,三星还将在高效能手机AP处理器中,也应用奈米片垫晶体与奈米线技术相比,前者拥有更宽的通道,以及具备更高的效能和效率。 三星的客户还可通过调整奈米片的宽度,来客制化自己需要的功耗和效能指标。 三星电子在近日财报会议上表示,三星第二代3奈米GAA工艺与之前的技术FIN FET工艺相比,具有效能和功耗效率,特别具有设计灵活性的优点。 三星表示,第二代3奈米GAA工艺将加入MBC FET架构,使得3奈米晶片的面积减少35%,效能提高30%,功耗降低50%, 不过,据韩国媒体SanMobile报道,三星最先进3奈米制程面临困难,不过问题不是技术落差,而是半导体人才短缺。 由于目前三星没有足够的人力维持支援所有节点,三星电子在3奈米制程晶片人力短缺,从而没有足够的员工来进行3奈米晶片生产。 因而三星已调整组织架构,重新分配人力,以支援3奈米产线。 产业观察人士表示,该公司已从130奈米和65奈米晶圆制程重新分配人力,以便支援3奈米制程生产。 但三星电子为之而付出的代价便是,不再接受130奈米和65奈米晶片订单,这些订单来自韩国国内的中小型IC设计公司。 不过随后三星电子表示,此消息与事实不符,并对市场产生误导。 成熟制程是三星电子晶圆代工业务的重要部分,三星仍将继续扩大其应用。 同时,三星正通过稳定保障、3奈米等先进制程节点的人力,竭尽所能强化三星的科技竞争力。 尽管三星随后予以澄清,但以半导体领域竞争而言,三星不是唯一面临人力短缺问题的晶片制造商,在美国、台湾的半导体公司都面临来以聘股更多人力的问题。 Sam Mobile的报道认为,台积电年底才启动3奈米生产,也可能是出于同样原因。 台积电美国工厂,招工难也呈最大困境。 不过尽管如此,三星2022年确实有出货第一批3奈米晶片,但数量非常少。 三星首批3奈米晶片出货对象是中国一家加密币挖矿业者。 台积电则在去年第四季宣布量产3奈米,采集市场效电晶体FinFET架构。 据悉,包括苹果、徽达、高通等大厂期盼导入台积电3奈米制程。 台积电预定以N3E作为3奈米家族延伸,为智慧型手机和高速运算相关应用,提供完整的支援平台。 台积电在去年12月底正式启动3奈米大规模生产后,根据台积电的说法, 其3奈米和5奈米再初期的量品率基本相同。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,三星3奈米工艺刚刚投产时,就深受量品率的困扰。 其晶片量品率一度最高只有20%。 不过,如今事情似乎迎来了转机。 有消息传出,三星已经联合IBM、Silicon Frontline Technology等公司合作提高3奈米成品率, 希望为自家手机争取到部分高通骁龙8 Gen3的订单。 根据海外媒体报道,三星一位高管之前就表示,相比于此前受困的量率问题, 三星第一代的三奈米制程,量率已接近完美,第二代三奈米晶片技术也迅速展开。 此外,韩国媒体认为此前传闻,台积电3奈米量率90%的说法过于夸张,实际可能在50%以上。 不过一直以来,三星在晶片工艺技术上一直落后于台积电, 最直观的就是采用三星4奈米工艺制程, 搭造的骁龙8 Gen1早早地就翻了车, 迫使高通不得不将之后的订单悉数交给台积电, 而由台积电代工的骁龙8 Plus Gen一再效能功耗等各个方面都远超三星4奈米工艺。 这主要是一位三星的4奈米工艺对比台积电的4奈米工艺, 在电晶体密度这块就相差了35%。 因此,三奈米工艺成功与否,将关系到三星在三奈米时代能否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, 随着不少晶片设计大厂如高通,挥达得纷纷出走, 三星打算在三奈米重整旗鼓也是情理之中。 同样的,苹果机械年在A系列晶片以及M系列晶片中提升过小, 也被外界认为是由于人才原因导致。 人才稀缺使得多线作战的苹果, 无法出身来大幅提升晶片效能。 目前,苹果正在自研数据机、蓝牙以及WiFi晶片, 可想而知苹果内部的人才压力之大。 如今,三星S23系列所搭载的, 高通客制化效龙8G2同样由台积电代工。 三星这次全力推进三奈米工艺, 能否取得成效,还要看在良率以及工艺技术。 台湾IC业界也解读, 三星晶圆代工事业强大台积电在出招。 甚至不惜放弃成熟制程晶圆代工订单, 也要全力冲刺先进制程。 说明当前记忆体试矿不振, 三星半导体布局锁定晶圆代工事业, 目标成为获利成长主力, 且三星正进入三奈米第二代研发阶段, 顺势放掉部分成熟制程并违败, 将可专注先进制程布局, 必尬台积电。 这凸显三星全力发展晶圆代工先进制程, 袭击抢下更多订单的决心。 尤其三星目前正面临晶片事业严重逆风, 过往集团电子事业最大收益来源, 记忆体部门承受庞大规损压力。 原本外界认为, 三星可能会以稳住记忆体市场为重心, 先暂缓晶圆代工先进制程发展脚步。 如今看来, 三星并未放弃晶圆代工事业, 反而更加足马力冲刺, 仍既往能搬到超车台积电, 分时更多订单。 那么,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你点赞、订阅,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感谢观看,